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算平均一个家庭四个人的话 就是有两千八百人加入我们这个协会 现在东谷整个华人大概有一万八千个 所以还有很多的地方可以开发 我们也希望这个华人多多参加东谷华美协会 今年秋天市里办了一个他们叫南瓜节 就是秋季庆典需要我们的义工配合 我们出动了一百多个义工 完全配合他们所有的庆典 为了这个市 现在市政府跟公务员管理当局 特别为我们这件事颁奖给我们 所以市经理告诉我 你们放心 你们可以告诉华人 虽然他们不报案 但是我们非常注意华人的自然安全 绝对不让容许这种抢决犯案 在东谷发生 所以我把这个消息也发在协会让人家知道 这个最近我们东谷高中发生一个女生 被同学霸凌的事件 我们陪这个学生跟家长去找他们副校长辅导 副校长来解决 结果这个副校长解决不了 我们就直接找到校长 跟那个他校警一起来解决这个事情 但是为了这个女生的安全 我们陪同这个女孩子的家长 一起到法院 拿到了那个限制令 不准这个男生靠近这个女孩 这个都是我们协会能够帮忙的法律协助 我们下期再见 对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 感谢观看